1949年今日,北京幾十萬民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 經過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 中國共產黨終於推翻國民黨政權,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9年10月1日慶祝建國六十週年,舉行建國以來第十四次 也是歷來最大規模的國慶閱兵,經歷一個甲子的歲月 其中三十年大力推行改革開放,令中國逐步邁向經濟強國的地位